他真的是好人 少奶奶自然是为他说话 那日在葬礼上 不就是他为您出的头吗 我不是为这个 善爷 别看他整日里 嬉皮笑脸没个正形 可是他骨子里边 正直 我向你道歉 那天是我态度不好 你自己也知道啊 是啊 你毕竟是个女孩子 而那天我的确也有点过分了 你就别跟我计较了行不行 是你爹妈逼着你来的吧 我要自己不愿意干的事 你觉得别人逼得了我吗 我知道 我这人挺不丈人喜欢的 没办法 天成反骨 还好 那这么说你接受我的道歉了 那我告诉你 是谁让我来道歉的吧 你还是被人逼着来的 不是被逼的 那是谁让你来的 善一针 你倒是听他的话 他说得没错啊 他说你是大家闺秀 又念过杨学堂 所以你自恃清高 这也在所难免 他说得有道理 所以后来我想想 我的确也应该 来向你道个歉 而且 你那天 说话也的确有点伤人 对不对 三人行 则损一方 一人行 则得其有啊 张文娟 如果你就是那第三个人 你必须给我绕路 他 他 他倒也是个民事里的人啊 那你们之间 我们就朋友啊 什么都没有 那你干嘛提他出头呀 我们是朋友啊 朋友之间 难道不应该相互支持呢 那行 你先坐着 我去给你买点吃吧 你要点什么 这苹果怎么那么小啊 都是自己地里种它 怎么是你啊 怎么 我不能来吗 那个 谢谢你啊 替我在周永佳面前说好话 其实 那天 是我态度不好 请你多多包涵 那是周永佳的茶 你怎么喝他的茶呀 我们 何止是同以一杯茶呢 你这什么意思呀 你说呢 你和他 你和他 就凭你 他会看上你 他对我啊 可谓是言听计从 他没跟你说吗 这欠还是我让他来道的 张文娟 张文娟啊 张文娟啊 别那么小气嘛 我倒是不介意 跟你童小勇家这杯茶的 你也配 张文娟 你干什么 下流 下流 怎么回事啊 这为什么打你 都是我不好 我不知道那是你的茶 在他面前我又特别紧张 一不小心我就喝了一口 我就不应该听你的 非给他道什么歉 我这不也是一番好意吗 我哪知道 这一杯茶就把他给激怒了 下回 还下回 我跟这种女人还有下回吗 你没事吧 没事 别都怪我 那你跟着我受牵了也 我没关系的 倒是你 你赶紧过去看看吧 你先走吧 要让别人看到你跟我在一块 又该传出什么闲话 周勇家 周勇家 爹 也许这个周勇家 真不是一个坏人 你懂什么 这种顽固子弟我见得多了 没一个好货 但是我听说 他是一个有真材实学的人 他在上海洋人开的律师事务行认差 人脉活络 虽然说他老爷子周勃年 商会会长的任期到了 但有意扶持他 接下任副会长的位置 这会长当时真都同意了 您哪儿听来这么多小道消息啊 在厂里头传开了 平成半数人家以私之为义